來到萬華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揮豪寫春聯 同黨的臺北市議員黃金營 這回則是謹慎再謹慎 就怕春聯寫錯字 歷史重演 歷經九合一大選洗禮 民眾黨決定深耕基層 在中正萬華成立聯合服務處 向民眾發送春聯及紅包袋 只是離開臺北市政府重返教職 才短短三個星期 柯文哲就宣布 二月一號起從臺大醫學院退休 提前一年離開臺大 是因為打算角逐二零二四 總統大衛身分敏感 不想為學校帶來困擾嗎 柯文哲也在臉書表示 現在的心情很像一四九二年的哥倫布 航向不可知的世界 未來離開教職後 是不是就要到自己成立的基金會上班 而臺北市前副市長黃珊珊 也再次和柯文哲同臺 引來兩人將再度合作的聯想 會不會力挺黃珊珊參選內湖南港區立委 柯文哲沒把話說死 二零二四大選民眾黨的選戰佈局 看起來正逐步規劃 華視新聞即剛宣宗前特別報導 我是吳一璇 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訊息 趕快加入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按讚開啟小鈴鐺 最專業的主播群說新聞給你聽